你身上的三处上等风水千万不要破坏 中国有句传统古话 一命二运三风水 命由天造运随心转 而风水其实就藏在这三个地方 心、嘴、行味 了凡四讯是一本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书籍 书上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方寸就是我们的内心 人心里包含了一切福田 这个福田是开拓耕耘还是荒废 全在我们自己 人的第一风水、心 有一位老人退休后 在老家买了块地 准备盖两层的小房子 用来安度晚年 孝顺的儿子就找了位很有名的大师去看风水 一路上如果后面有车要抄 他都是避让 并说看来他的事比我急 让他先走吧 车开到镇上 一个小孩嬉笑着从巷子里冲了出来 他赶紧刹车避开 并停在了远处 然后笑着解释道 小孩追追打打 后面肯定还有别的小孩 等一下 到了老家 他家门前的几棵桃树上 有几个小孩正在摘他家的桃子 他把车停在门口 让大师稍等一会儿再进去 大师哑然 他笑着说 小孩在树上摘桃 突然看见主人回来了 肯定会惊慌失措 现在进去吓到他们 从树上摔下来就不好了 大师默然片刻 转身对他说 你送我回去吧 这块地的风水不用看了 这次轮到这位儿子哑然了 开了几十里的山路 刚到你怎么就要走啊 大师感慨地答道 有你在的地方都是风水极地 有你这样的儿子 老父亲就是有福之人 风水是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你要是个福人 你住的地方就一定是福地 如果你住的地方不是福地 你也能住成福地 所有的风水中 第一风水是人 人的第一风水是心 风水养人 却不知人也养风水 好风水是自己修来的 孝顺父母心存善良 自己的风水自然就好 人的第二风水 中国大部分的家庭矛盾 都来自不懂得好好说话 恋爱时有说不完的话 结婚后有吵不完的架 不仅是夫妻关系 与父母孩子之间 我们都习惯指责 语言伤人是亲密关系里最残忍的一把刀 有时明明是一份好意 但因为表达的语气和用词不对 就完全变了味 傍晚突然下起大雨 回到家的妻子头发被雨淋湿了 丈夫一见妻子狼狈的样子就生气了 这么大的人了 出门也不带把伞 活该你感冒 然后拿了块毛巾递给妻子 快擦擦 妻子生气的把毛巾甩开 走进卧室 喷的一声 狠狠的关上了房门 简单的几句话 就成为了夫妻之间战争的导火索 也许丈夫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夫妻之间心中有爱 嘴上有情 有话好好说 家庭自然就和睦了 家庭和睦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 反观我们在社会上 工作中因为出言不逊 得罪人的地方比比结实 嘴是福祸之门 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和灾难太多了 爱说尖酸刻薄的话 就会得罪人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 龙有逆龄 处之即死 你让别人没面子 别人肯定要找回场子 瘸子面前不说短 胖子面前不提肥 东师面前不言丑 不要把心直口快当成真性情 说话口无遮拦 祸就从口出 说话不讲诚信 人际关系越来越差 运气怎么会好呢 与持人贵 慎言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心好是福田 但也需要好好说话 才能守住财富的大门 不漏福风水才能越来越好 人的第三风水行为 好心嘴词行善 一个拥有满满正能量的人 吸引的也必定是好的人和事 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吸引力法则 心是根嘴是花 行为就是我们的果 只有通过这三个地方的传递 我们才能种下善因 收获善果 帮助他人是行善 不占小便宜也是善 左宗棠说 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 不占小便宜是一种教养 占了小便宜却失去了大家的信任 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常说 抢着买单的人朋友最多 钱多人傻不是真傻 是他愿意 人人心里有感称 久而久之 大家会尊重他 吃亏是福 不占小便宜是一种大智慧 好人员怎么来 不计较得失 爱帮助别人 做事注定会处处如鱼得水 这样风水自然就好 俗话说 得人心者得天下 得人心才能广开渠道 才能获取更多信息 得到更多的资源 收获别人更多的帮助 从而发现更多的机遇 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运气那么好 都和他的为人处事息息相关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爱行善的人 每天不愧于行 无愧于心 吃得香睡得好 也受周围人的尊敬 心情好身体就好 一切进入良性循环 人生结顺 所以最重要的风水 与外物关联不大 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古代的三皇五帝驾崩之前 哪一位不是请得最有威望的大师 看好的风水呢 他们都希望千秋万代 真正能世代兴旺的又有几个 秦东奎老师说 人有百分之四十的命力风水 也就是我们老人常说的 祖上吉德 这是我们的上辈行善 吉德 留给我们的财富 而百分之六十的风水 取决于自己 吉善之家 必有余庆 当一个人积极行善 不愧天地 不愧自己的良心 就能积攒起自己的好风水 从而一生平安 万事顺意 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习惯 习惯决定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 这就是通过自己的风水 改变命运的真相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人生没有不好的